本期要解一个旅行社小红书 企号运营的教程 深入浅述 为大家讲解旅行社的小红书 如何企号涨反引流变现的 这是旅行社必知 小红书规则和入置注意思想 旅行社为什么选择小红书 旅行社的小红书 三大的变现方式 不能踩的雷区 和旅游业务常见的名义感 则微归此 非常多 你整策的教程 基本上从零基础开始讲解 你一直到精通 都向现在讲解 这是下载之后的整策教程 一共是28节视频课 28节视频课 如果需要本条课程的话 再来同样打个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 然后搜索标记的观点词 比如说这个旅行社小红书 或者是旅行社小红书旗号 就可以直接下载版权教程了